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码片段 还有配置的示例 那在分享结束之后 我会全部上传到github上面去 方便大家下载 还有参考 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柯正旭 现在是在美国一家专门做service mesh的公司 叫Tetrate 那我们公司是基于Eastio Envoy 还有Skywalking 去做service mesh 那我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负责service mesh的可观测性领域这一块 然后日常的工作是去围绕Skywalking 做一些功能开发 问题修复 还有性能调优等等 那我现在是Apache Skywalking 的PMC 成员 也是Skywalking 的一些纸项目的发起人 那除此之外 我也是Apache 的复化器的PMC 成员 然后也是一些复化项目的导师 帮助这些项目去践行Apache 的开源之道 那我也是Apache 在北京本土化社区的一个成员 然后我之前也给Apache Double 还有阿波罗配置中心贡献过一些代码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那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去收集日资 然后第二个部分才是去处理日资 那在收集日资方面 我们会覆盖目前比较主流的一些收集日资的方式 像使用Skywalking 的汤帧 然后Firebit Fluent D 以及 Fluent Bit 那在处理日资方面 我们会介绍怎么样去解析这些日资 解析往生之后 然后会介绍怎么样去过滤这些日资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去从这些日资里面去抽取出一些原数据 或者是抽取出一些指标 那最终就是怎么样去对这些日资去做持久化 那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怎么样去收集日资 那第一种方式是使用Skywalking 的 Java 汤帧 那从 Java 的技术领域来看 现在比较主流的三种日资框架 Skywalking 都已经原生支持 像Lock4j,Lock4j2,还有Lockback 那比如说在这些日资框架上面去封装的日资框架 像SLF4j 如果它底层使用的是这三种里面的其中一种 那也是同样是支持的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去使用 Java 汤帧来收集日资 首先第一个是去添加依赖 Skywalking 它提供对这三种日资框架 分别提供了一些 SDK 可以方便可以非常方便的去接入 如果是使用 Maven 去管理项目的话 那在 Maven 的POM文件里面去添加对应的依赖 比如说像Lock4j1的或者是像Lock4j2的 分别添加这些依赖 或者是像Lockback 添加依赖 然后如果是使用 Gradle 的话也同样在 Dependencies 里面去添加对应的依赖就可以了 那添加完依赖之后我们就可以去配置使用Skywalking 的 Log Appender 像Lock4j使用 Properties 文件去配置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Custom Appender 然后它的类型是刚刚我们引入的那个依赖里面的一个类 叫做 grpc-log-client-appender 那其他的像 Layout 还有 Conversion Pattern 的话 都是以前的老的配置 我们可以使用原来的配置就可以了 只需要改动这一个类的名称 那像Lock4j2的话使用 XML 配置 我们也是一样使用 grpc-log-client-appender 去配置我们的日志的输出 然后在Lock 里面去引用这个 Appender 那在Skywalking 再收到这些日志之后 会把它转发到Skywalking 的后端 像Lock Back 的话也是基本上类似 使用前面引入的 Eline 里面的 grpc-log-client-appender 这个类 然后在Lock 里面去配置 Appender Reference 使用 grpc-log 同样在收到日志之后 也会把日志转到Skywalking 的后端 那配置王Lock Appender 之后 我们需要去激活Skywalking 的 Java 探针 如果是使用传统的方式去部署应用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设置 设置王这几个黄金变量之后 比如说第一个是去使用 去设置Skywalking 的后端的地址 像OAP 的地址 然后指定它的端口 然后接下来两个是在日志 转发日志的时候 也是同样是转发到Skywalking 的 OAP 的地址 这两个地址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后面这两个是分开地址 还有它的端口是分开来写 那第四个是去设置我们Service的名称 设置王这些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 Drava Agent指向Skywalking 的Agent的地址 的文件地址 然后去启动我们的应用 那如果是使用容器化部署的话 那就更简单了 我们直接替换掉我们的基础镜像 替换成Skywalking官方提供的一个Drava Agent的基础镜像 然后其他的步骤跟原来的Doc file的文件内容是一样的 只需要替换基础镜像就可以了 然后在启动镜像的时候去设置这些黄金变量 那如果是使用Cabias部署的话 同样也可以在Cabias的Manifest里面去设置这些黄金变量 然后去启动 那接下来这种方式是使用Filebit去收集日资 那使用Filebit去收集日资的话 我们是从日资文件去设计 并不需要使用Filebit去设计的并不需要使用Filebit去设计 我们这里是使用了设置了是指定了一个日资文件的路径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使用这个日资的样力去继续往下去看一下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日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日子的样力首先第一个是日子的级别 然后是有一个时间戳 然后在接下来是有一个打印这个日子的呃现成 然后是一个打印这个日子的它的类名还有它的行号 最终就是它的日子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使用Filebit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日子 我们有了输入之后我们就来配置一下它的Processor 首先我们前面提到了因为我们是从静态的日子文件里面去读取日子的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日子它是属于哪一个服务 我们可以使用Filebit的AddFills这样的一个Processor去添加一些呃原数据 比如说这里我们添加了Service还有ServiceInstance 那其实我们这里是静态的去设置Service还有ServiceInstance 如果说我们实际的场景是使用文件夹去分别存放不同的服务它的日子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呃文件的路径然后去做一些分割 然后再动态的去设置Service还有ServiceInstance 我们这里简单起见我们就呃演示了一下使用静态设置的方式去设置它的Service 那设置完成设置完了呃原数据之后我们再去解析它的文件的内容 我们有一个使用了一个分尺的方式按照前面提到的呃日子的格式去把日子去进行划分进行进行切割 比如说我们切割出了level timestamp还有thread还有logger还有line还有body 把这些日子按照这个格式切割出来之后会使用我们这里的名称作为key 然后它的实际等值作为value去传递下去传递下去之后我们再通过rename这个processor去把filebit它的日子格式 转换成skywalking能够接受的呃日子格式skywalking它的body是有一个两层的结构 所以我们把body命名成body.text.text.text 传输出去之后就会呃就会符合skywalking的呃日子格式 那最后我们是去丢弃掉一些skywalking并不接受的一些一些字段 去避免影响它的解析 在处理完成日子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日子输出到skywalking去了 那skywalking现在是支持使用grpc协议http协议还有kafuka协议去接收日子 那filebit它并不支持grpc还有http 所以我们这里只能使用kafuka的协议去呃输出日子 filebit会先把日子输出到kafuka我们这里指定的blocker还有topic 输出到这个地方之后我们会配置 啊skywalking的oip从这个kafuka的小级队里里面去 啊拉取日子 那以上就是使用filebit去呃收集日子的一个一个配置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使用filebit去呃收集日子 filebit也是一样同样是从呃日子文件去收集收集日子的 我们这里配置了一个pass就是日子的文件的路径 然后再去配置一个解析器同样它的格式跟前面的格式是一样的使用一个呃正者表达式的方式去去解析 那这里的这里是指定了我们的日子日子的路径还有它的类型是tale 也就是说它会去呃监控这个日子文件的呃内容的追加 然后再把它给收集起来 那收集完成日子之后我们会做一些处理跟前面一样是做一些处理 这里使用record transformer去对这些日子的呃呃记录去做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们这里添加了service还有service instance这两个呃呃原数据 然后再把body去转换成skywalking的两层的一个一个结构 那呃处理完日子之后我们一样把它输出到skywalking的后端 那因为fluentd可以使用http去呃呃输出日子 所以我们这里呃直接使用http的协议去把日子输送到skywalking的后端去 避免了去部署卡付卡这样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技术帐 那使用http的话我们呃指定了一个endpoint也就是skywalking op的地址128012800的端口然后它的endpoint是v3斜线lots 那最后一种是使用fluentbit去收集日子 因为fluentbit它是fluentd对容器化的一个优化专门优化过的一个版本 然后像呃gcp还有一些其他的kbis的云厂商 它默认的都是使用fluentbit去收集日子的 所以我们这里是只介绍fluentbit在kbis下面的部署的使用场景 那同样的它fluentbit也需要一个输入员 我们这里是设置成为是设置一个日子文件的路径 因为fluentbit它是呃典型的它是以一种demon set的方式去部署的 所以它在每一个kbis的node上面都会有一个实力在运行 那这里我们是指定的路径是在kbis的node上面的一个路径 那在这个node上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service 不同的port还有不同的container 它都会产生日子都放在这个varlogcontainers下面 那我们这里收集上来的日子是包含了不同的服务 不同的服务实力的日子 那我们想要想要去区分出来这些日子分别对应哪一个服务 哪一个实力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fluentbit它有一个filter可以去 可以去把这些日子跟它所对应的kbis的port去关联起来 我们这里指定了一个kubernetes的filter 然后再指定了一个kubeurl 也就是kubernetes它的api server 这样子fluentbit就可以通过这个地址去查询到这一个日子文件 它产生这个日子文件它的kbis的port它的一些原数据 那有了这些原数据之后 我们同样也是需要做一些数据的转换 我们这里使用了一个road的脚本 然后调用了一个叫做append tag的方式的方法去做一些数据的转换 我们看一下这个append tag是怎么样定义的 首先我们一样需要去给它给这一个日子去添加service 那因为我们前面使用了kubernetesfilter 那么在这一个日子的记录里面就会有一个kubernetes的字段 它是一个map结构 里面包含了这一个日子它所对应的在kubernetes里面的port的原数据 我们这里取它的labels 然后取它labels里面的app去作为service的名称 然后去取kubernetes里面的port named作为service instance的名称 给它设置进去 然后接下来再去对时间戳还有body这两个字段去做一些转换 这两个在前面也都做了类似的转换 然后我们就不再追溯了 最后我们是把log还有kubernetes这两个字段 skywalking不接受的字段把它给丢弃掉 避免skywalking解析问题 在处理完这些之后我们同样使用http的协议去把日子传输到skywalking的后端 我们同样需要设置skywalking的host还有它的port host是在我们使用了kubernetes里面的名称 也就是我们假设skywalking是以skywalking-oap的service name的名称去部署 然后是部署在monitoring namespace下面的 那http的端口 四个问题的http端口是在12800上面 它的ui同样是slash v3slash logs 那以上就是我们常用的四种方式去收集日子的四种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怎么样去处理日子 使用skywalking的日子分析语言去处理日子 首先第一个是解析 因为前面四种比较常用的日子收集的方式都涉及到了日子的解析 并且他们的日子解析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skywalking本身的日子解析 就是比较适用于如果我们前面就不使用前面的那几种方式 然后直接通过skywalking的agent去上报的日子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析 首先第一种也是使用正在表达式 然后第二种是使用json 然后第三种是使用yaml 就是如果你的日子框架是打印出一些json的json格式的日子的话 那可以使用json的解析器去解析 下面有一个例子是分别对应于使用正在表达式 还有json yaml去解析日子的一个样例 那这三种解析方式都有一个属性叫做abot on failure 这个属性是表示说如果说我们这一次解析失败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丢弃掉这一条日子 比如说如果说你的日子不满足你指定的正在表达式 或者说你上传的日子它并不是一个json 或者说并不是一个yaml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解析失败了 我们是会默认是会丢弃掉这一条日子 那使用这三种方式去解析日子 解析完成之后 在Skywalking的日子分析员里面会有两个可用的变量 首先第一个是log log这个变量是 就是逛穿整个日子分析过程的一个变量 它是从如果是从java烫针上报的话 那这个log就是java烫针上报上来的一个数据 你可以在日子分析的流程里面去读取 这一个数据里面的内容 也可以去改写这个日子记录里面的内容 那最终如果说在这个分析 达到分析最后的话 如果他需要持久化的话 那这个变量里面的内容就是我们持久化的内容 另外一个变量是passed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去做解析 使用正则表达师或者是json或者是yaml 去解析出来的一个结果 它是一个map 然后key就是比如说你的正则表达是他所捕获到的一些group的名称 然后value就是实际匹配到的那些值 像json的话跟yaml的话就是它的key value 就是它的map的key value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passed还有log 在整个过程当中可以使用这两个变量去做一些 比如说条件判断 或者是一些 一些采样的条件啊等等 那解析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过滤的操作 那现在sicalworking的日资分析里面可以支持两种过滤的方式 首先第一种是叫做abort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它可以去丢弃掉我们的忙足我们条件的日资 比如说这里的例子是 如果它解析出来的日资它的level等于debug的话 我们就去丢弃掉这个日资 我们是中断整个日资分析的流程 也就是说abort它是一个快速失败的一个机制 如果你掉用了abort的话 那它后面所有的流程都不会执行 那第二种是通过采样的方式去 去实现过滤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个例子就是如果说我们解析出来的level是等于debug的话 那么我们去就是用drop这样的一个sampler去丢弃它 那否则的话我们会配置一个更加更加精细控制的一个一个采样器 那关于采样器的具体配置我们后面还会讲 这里我们先先知道它是可以去过滤掉日资 然后具体的配置我们后面会再看一下 那接下来就是去从日资里面去抽取一些内容 我们这里举了两个例子 使用extractor去抽取出指标 我们这里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叫做log count 抽取出一个叫做log count的matrix 然后我们这里会去设置这个matrix的时间戳 然后我们这里会去设置这个matrix的时间戳 还有它的label 内部包含了它的日资级别 还有service还有service instance 然后它的值是1 也就是说如果每一条如果有一条日资经过了这个extractor的话 那么就会有一条指标 它的名称是log count 然后它的值是1 因为一条日资过来的话 那它的值就是1 然后如果有多条日资过来的话 它的这个matrix会被转发到 Skywalking的一个统一的指标的处理的语言 然后对于这些matrix名称相同的话 它会被聚合 然后通过一些规则去做一些聚合的 运算 最终得到一个聚合后的指标 那第二个示例是http response time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日资里面去提取出http的响应时间 这里同样设置了它的时间错 还有一些label label里面包含了status code 也就是说http的返回码 然后还有service还有service instance 那这个labelstatus code 我们后面就可以使用Skywalking的ml去做一些 顾虑查询 然后比如说像status code等于200 或者是等于400等于500 这样子的一些根据它的不同的响应 响应状态嘛 去做一些提取出一些不同的指标 那它的value就是我们从解析器里面解析出来的它的相应时间 那从这个extractor里面解析出来的这些指标 我们都会被统一的传输到Skywalking的一个对指标的统一的处理引擎 叫做ml 我们这里配置的规则是前面提取出来的log count 那我们这里是生成了一个叫做log count info的指标 通过匹配这个label label等于info 然后去按照它的service还有service instance 去进行聚合运算 通过这个ml的规则计算出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每个服务实力它的日子级别是info的 这样子的日子的数量 下面是一个视力的输出 比如说我们service a instance 它就会有一个指标叫做log count info 就是它的info级别的日子的数量 然后像service a instance 2 service b instance 1 service b instance 2 这样子的维度的一些指标 那最后就是通过 最后就是去对日子做一些持久化的操作 那持久化的操作我们这里有三个 残样器 首先第一个是drop 然后第二个是info 第三个就是一些可以 精细化控制的一些 一些残样器 第一个drop是使用 使用来丢弃所有的日子的一个 一个残样器 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想要从这些日子里面去提取出一些指标 然后我们最终其实并不打算去持久化这些日子的话 我们可以在sync里面去配置一个drop 然后所有日子在提取完它的指标之后都会被丢弃掉 那第二个是infoca 也就是说我们会强制去强制skywalking去对这个日子进行采样 进行持久化 它的使用场景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前面使用了一些 采样器 我们这里的例子是使用了一个rate limit的采样器 然后它的采样的频率是每秒30条日子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这一秒内已经 已经采了超过30条日子了 那我们对于后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应用 比如说这里的pass.service等于important app的话 我们想要对这一些比较重要的应用 它的日子去强制它采样保存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条件 ifpass.service等于important app 然后去配置一个infoca 那这样子的话不管前面的rate limit 它的采样率是不是已经超过了 只要它的service等于important app的话 那我们的日子都会被强制的保存下来 这个infoca就是可以去强制采样这些日子的一个采样器 那最后一个就是真正的采样率 有采样率的一个采样器 采样器同样也可以分条件的去设置 比如说我们这里第一个条件是如果它是一个重要的应用的话 那我们使用一个rate limit采样器 它的qps是30 也就是说我们每秒最多只采30条记录 30条日子 那否则的话我们就使用一个普通的采样器 每秒钟只采3条记录 那这里就是使用skywalking去持久化日子的一个配置的样力 那最终这里有一个完整的就是正完整的一个配置的示例 这个示例是在skywalking的官方代码库里面是用来采集unvoid 的错误自制的一个一个示例 大家可以从skywalking的官网官方仓库里面去找到这个示例 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简单的解读一下这个这个配置 首先它会从解析的response code里面去看如果说它是小于400的 也就是我们会把它当当做是一个正常的请求 并且因为unvoid的会设置一个内部的错误码 叫做response flag 如果这个response flag里面有内容的话那就说明unvoid认为它这个请求的内部发生了错误 那如果这个是空的话我们也认为它是正常的 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如果这个请求是正常的话我们直接abort 我们后面的所有的操作都不会执行 快速失败掉 然后我们会去使用extractor去抽取出一些内容 比如说如果说它的response code不会空的话 我们会去设置一个status.code的一个tag 然后去把它的response code给它设置进来 然后还会去设置一个response.flag 这个是用来保存unvoid内部错误的一个标记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去做持久化的设置 我们使用一个采样器 然后如果说它的response flag 也就是unvoid内部错误有标记的话 那么我们就使用这个service的名称 以及这个错误标记的内容作为一个key 然后去设置一个采样器 每秒钟我们最多采100条日子 那使用service还有它的response flag去作为采样器的话 采样器的名称的话 我们就可以保证对于同一个service 它的同一种内部错误 我们只采100条 那如果说它有不同的同一个service 它有不同的内部错误的话 它都会分别各采100条 而不会说如果某一个 如果某一个错误它平方出现的话 可能会把其他的错误给掩盖掉 那如果说else如果说它没有内部错误的话 我们就会去使用它的service 还有它的response code 去作为采样器的名称 然后也是同样每秒最多采100条日子 使用service还有response code 去组合作为采样器的名称的话 也是可以确保 对于每一种response code 对于每一种response code 我们都可以分别去采 最多可以分别采100条 而不会说某一个 比如说400的response code 量非常大的话 可以把500的response code给掩盖掉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然后关于这个分享里面所使用到的代码 大家来一起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